我们来看第三种重分类的情形 当然就剩下一个第三种了 是谁和谁之间的重分类呢 是二和三之间的 也就是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技术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乘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技术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他们之间重分类 你说这还不简单吗 都是供应价值计量 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一个是当期所益 怎么一个重分类呢 咱也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二重分类乘三 第二种情况是三重分类乘二 二重分类乘三 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重分类乘交易性金融资产 在重分类之前 我们先来考虑一下 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重分类成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话 这两个资产各自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不难发现 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价值计量 交易性金融资产也供应价值计量 这是一样的 但是其他债权投资内 供应价值计量变动 进入的是其他增加收益 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计量 进入的是当期损益 比如说老师你说了几遍了 我知道你说关键的那好 我说关键的 都以供应价值计量 首先在重分类日 不会有差额 这是对的 没差额 那没差额 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变成交易性金融资产是怎么办呢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 代记其他债权投资 重分类日的供应价值 还是他按供应价值一转就成 所以应当继续以重分类日的 供应价值来计量 没差额都是供应价值 把原来其他债权投资 按照供应价值 截转到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叫二变三 然后再说零碎 零碎啊 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你那个其他债权投资之下的 供应价值变动 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对吧 而人类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变动 走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这时候 如果你其他债权投资之下 有其他综合收益 是因供应价值变动带来的 你要想法把这其他综合收益 重分类为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第一件事 这是一 也就是 企业当讲之前进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积率的损失 从其他综合收益 转当期损益 这个当期损益 就是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记着 重分类成三 那个损益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这是没写 但老实体说 第二件事是谁呢 假如你那个 其他债权投资 曾经记得过减值 你的减值非常的特殊 是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带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可你变成第三类之后 咱第三类金融资产 不承认减值 因为第三类金融资产 不提减值 由于它没有减值 你有减值那怎么办 把你的减值冲轨 怎么冲 记题的时候 你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带记其他综合收益 我就不信你不会冲 你告诉我 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带记其他综合收益 怎么会冲 你说老师 我知道 做相反处理 请讲 你说呀 那就带记信用减值损失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就冲回去啦 恭喜你 回答错误 老师 你不说冲回去吗 是的 我是说了 那为什么又错了呢 这个地方 很特别 记着啊 随于说我们具体减值的时候 借记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带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但我们冲回去减值的时候 我们是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带记的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个地方 等于是把差额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个地方也类似于我们 把前面的其他综合收益 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总之一句话 你二重分类成三 你那其他综合收益 就不能体现了 哎 你要变成谁呢 变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另外你要是重分类时 你要代记的是信用减值损失的话 你会形成对原来 具体信用减值损失的一个充件 这个做法 它类似于追溯了 而我们重分类用的是 未来使用法 是不能调整你原来的损益的 在这种情况下 咱只能是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所以呢 这里有两件事 一是把你原来的 公允价值计量变动 带来的其他综合收益 重分类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二件事是把你的减值冲回 冲回减值时 也是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代记的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给我们转那个 其他综合收益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是类似的 效果是一致的 这个地方 我们走的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而不是企用价值损失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如果把第三类重分类为第二类呢 如果是第三类重分类为第二类的话 那就是交易性金融产变成其他债权投资 前面第三类变成第一类 我们已经遇到过了 直接拿交易性金融产的供应价值 作为债权投资成本入账 以后按贪约成本计量 那此时怎么办 此时三变二的时候 不太一样 我们继续看 应呢 继续与供应价值计量 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应根据该金融资产 在重分类的供应价值 确定实际率率 企划按照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就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进行供应计量 并重分类日 视为初日确认日 这什么意思呢 看来语言确实不太一样 但其实是一样的 怎么一个样法呢 当三变二的时候 跟三变一一样 就是拿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直接确认为 其他债权投资的入账成本 其实这时候的 其他债权投资的入账成本 是供应价值 此后就按照你 其他债权投资的套路去走 就成了 也是新打锣鼓 另开张 就成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这两种情形的 有关会计分路 第一个 第二类重分类别 第三类式的分路是这样的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 债记其他债权投资 先把账门价值转过来 如果第二类有 其他综合收益的话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转成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当然 如果原来你在贷方 先从借方转 如果原来你在借方 你从贷方转 那货边相反 分路吗 那么存在减值准备的 怎么办 存在减值的 把减值转回 转回减值时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 代记的是谁 代记的是信用减值损失 是吗 不是 是 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也就是说 确确实实体减值时 那个分路是借记性减值损失 但我们此处转回时 走的是 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你来看 其实我们把差额 我们最终走的 不都是公运价值变动损益吗 这里面充分体现了 二分类为三的时候 随三的特征走 走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这就成了 那要把三 充分类为二呢 非常简单 就用充分类日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供应价值 直接进入其他债券投资 那以后 按照其他债券投资的套路去做 就行了 从充分类日开始 是用金融资产简直的相关规定 原来交易性金融资产没有 现在变成其他债券投资了 它有 金融资产简直问题 所以我们从 充分类角度来说 这里的第一类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第二类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第三类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 除了交易性金融资产 没有减值之外 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 是有减值的 所以说他们的 快捷分路协法有些特别 尤其其他债权投资 是比较特殊的 但是减值问题 这一类和二类之间 他们还是互通的 是互相认可的 你一旦三变成了 二或者三变成一 都会从重分类日开始 以后考虑减值的问题 按减值的规定去处理 我们来看单项选择题 20年1月1日 假公司购入 某公司于当日发行的面值 为500万元的债券 实际支付购买价款520万 另支付交易费用5万元 花了520万5了 525花了去了 债券的漂面利率5% 实际利率4% 那么每年年末支付 当年利息 到期依次还本 假公司根据管理该金融资产 又模式和限制流量特征 将其分类为 以供应价计量 其变动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第二类 应该说在初始计量时 这个债券投资 别管你是第一类第二类 我们的贪用成本是一样的 都是你实际花的钱 含着交易费用 所以初始让成本 20年1月1日的时候 是525 这也是当初的账面价值 作为其他债券投资 后需要算营收利息 利息调整 我们再算投资收益 几处利息调整 这都得有 但是最后要用供应价值来调整它 我们接着看 20年末 该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是530 20年年末 贾公司因为管理该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发生了变更 那么发生变更时 我们再看 将该项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 且去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日 进入当期损益的 重分类日 该项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是530万 重分类日的供应价值有了 当然你要是 重分类成三类 这不重分三类吗 我们仍然算供应价值计量 所以这个530入账 交易性集中资产 没毛病 但是你要把它的 供应价值变动 其他组合收益 要转哪去呢 转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如果有减值的话 充减减值时 要充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所以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假公司 关于该项投资 相关处理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来看 重分类日 确认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20万 重分类日 确认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9万 这俩数里边 应该是有一个对的 是不是 那么重分类日 确认投资收益 20万 重分类日 确认投资收益 9万 我们知道 你要是把第二类 重分类为第三类的话 重分类日 我们是不会有投资收益的 看来正确答案 应该在IB之中 有一个是正确的 应该是哪一个呢 我们一算变支 来 一起看 当然首先是B选项 是9万 为什么是9万的供应债率变动损益呢 咱从头捋 其他债权投资的入账成本 也叫贪余成本是525万 20年年末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呢 是初始投资成本525乘以4% 最后算出是21万的投资收益 21万的投资收益 我们按照面值成票面利率 算出应收利息 最后几出利息调整 对吧 那么应该是多少呢 这里的投资收益 是21万 应收利息是500乘5% 5525万 挤出代方的利息调整是4万 所以这里边 我们的贪余成本是 525最后减了4万 剩521 这是没毛病的 但是紧接着 年末的供应价值涨到530 所以你要供应上涨到530 因为是其他债权投资 对吧 你的贪余成本是521 但是你的年末供应价值是530 你在上涨9万 上涨时咱是借记其他债权投资9万 代记其他综合收益 代记其他综合收益9万 然后呢 你在重分类日的时候 你把这9万的其他综合收益转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怎么转呢 借记其他综合收益9万 代记公养价值变动损益9万 所以最后咱形成的公养价值变动损益 就是9万 因此正确的选项是 B选项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通过这道题应该也受到一个启发 尽管是第二类重分类成第三类 尽管都是供应价值计量 但是你在重分类之前 你要对你第二类金融资产 该做的处理都得处理完 你应该把最后的其他综合收益确认出来 然后再转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中去 这个处理过程必须把它完成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金融资产的充分类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相信大家学到这之后呢 感觉到这段内容还是有点沉重 有点不好消化 怎么办 余老师呢再来给一招 再用一招啊 这招是什么 我们叫重新洗牌 重新调整 刚才老师是按照一定顺序走了一遍 回过头来 我问大家我们上述那些充分类 你抓住了什么特点没有 你一定会感觉到还是点乱 是的 这种思路的好处是先慢慢介绍一下 确实不好掌控 但是你如果刚才有个初步印象的话 接下来刘老师启动第二招 这是绝招 你看啊 我用一个思路 把上述内容给你贯穿起来 什么思路 我们分别从123出发 什么意思 因为你重分类 重分类不就123之间重分类吗 刚才我们都是一对对的 你显然乱 现在从点出发 不说对 比如说从1出发 去哪 从这出发去哪 从1出发去2 从1出发去3 那我告诉你 从1出发去2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是 重分类日按公允价值计量 截转1的账面价值 公允账面之差 这走 其他综合收益 当然你得记着把 一类金融产下的债权投资减准备 调整成其他综合收益 关键是那个差额 走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要从1出发去3 公允账面之差 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对吧 那么这就成了 所以从1出发的 关键问题是什么 就是公允账面之差 记哪 你看六个里边 老师给你拿出一个来 什么事情都有方法的 老师你怎么早不这么讲 我要早这么讲 你早蒙了 我先讲 把你讲蒙了 然后你再明白过来 你看从1出发 是不是 如果你有印象 刚才是不是 重分类成谁 随谁 那就对了 那现在1出发 就注意两差额 重分类成2的是 其他综合收益 重分类成3的 差额是 公允账面的损益 再来一个 咱从3出发 当然你说按数据走 2也行 你怕记不住 这还记不住吗 一共一二三 咱从3出发 3好理解 先招软式的捏 这也是一招 3去谁 3变成1 3变成2 3是谁 3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无论3变1 还是3变2 都按照你 重分类制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直接入账就成了 借记债权投资 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借记其他债权投资 按交易性金融资产供应价值 完成 6个已经去到4个了 还剩下的是谁 比较有难度的就是从2出发呗 无所谓 咱慢慢来 你看啊 从2出发 去哪 没处去 就是1和3 咱2变1 从2变1 不就是把其他债权投资 变成债权投资吗 所以 其他债权投资变债权投资时 有两个关键点 简单的说 就是一冲一转 一冲一转 冲谁 转谁 冲 你第二类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之下的 你的公允价值变动 因为第一类没有 所以把你的公允价值变动 技术的其他生活收益 对冲 这叫一冲 转谁呢 把你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 确认的 简直 走的那个其他生活收益 转成债权投资 简直准备 它不就变成第一类了吗 所以 2变1时 注意那 一冲一转 2变3的时候呢 还是一冲一转 你看啊 2变3 冲谁转谁 2变3 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变成交易性金融资产 需要冲的 是你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 如果有减值 因为第三类没有减值 冲的时候 咱借记其他总统收益 代记的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那冲 转谁呀 第二类金融资产之下的 公允价值变动走的是 其他总统收益 而第三类金融资产之下的 公允价值变动走的是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所以你把其他总统收益 转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它也是一冲一转 两件事 哎 我要这么一总结的话 你发现没有 规律很简单 你也可以把数据再颠倒下 123 从1出发去 2去23 从2出发去 13 从3出发去 12 总之 你就有个点 你得有规律 你才能把这事消化下来 好吧 希望你先听课听明白以后 再也不用去听我这个课了 而是直接从123出发 就把这六件事 攥在了你的手中 你发誓 你一定要攥在手中 这就拿下了 剩下是什么呀 做题 我们来继续看 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作为金融负债的分类 是怎么分的类呢 来一起看吧 金融负债通常分类为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和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这是通常 常见的 就这两类 当然在这里边 我也告诉大家 金融负债的 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它是个兜子类 分不到别的类别里去的 通常都是这一类 比如说老师 那是不是 除了分到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就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中的 去的负债之外的 都是贪余成本计量呢 还不能这么说 因为有些负债 虽然不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但还有一些特殊的 你比如说 我们后边还给大家讲个 继续涉入负债 它就比较特殊 那么只要不是特殊的 只要分布成交易性金融负债的 就扔到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中去 这么说还是对的 另外呢 在非同意困惑企业合并中 企业作为购买方 确认到货有对价形成的金融负债 只能按照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来处理 这个在前面也提过 在非同意困惑企业合并的 或有对价形成的金融资产 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能指定成其他权益公司投资 负债呢 只能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能做别的考虑 这里说的就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好 那么除下列各项外 应当将金融负债分类为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就这一句话就表明了一件事 我们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是个兜值的类别 也就是说只要是能画到 上述这些类别里去 你就尽量画 画不到里边去 你啥也别说了 你就给我到这类里来 它就是这么一个原则 那咱就看看上面这几类 是什么情况吧 第一个 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技术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直接指定成 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技术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简单说就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如果是这一类的 那显然不是贪于成本计量 第二种情况 不符合终止券条件的金融资产 转移或继续涉入 被转移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负债 这就是传说中继续收入负债 第三种情况 部分财务担保合同 以及不属于以供应家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 比如说这听不太懂 什么叫财务担保合同呢 财务担保合同 对你来讲是一项负债 这是一项负债 那么贷款承诺是说 还没给你贷款 刚同意给你贷款 还没贷给你的时候 对他来讲是承诺 就是一种义务 这些也是一种负债 除了上述这些负债之外的 当然这里我再告诉大家 什么叫贷款承诺 别较劲了 别再较劲说 到底什么贷款承诺 就是一种贷款承诺 说要贷给你款 还没贷给你之前 是一种承诺 什么叫财务担保合同 就是给你做担保那个担保合同 不用在这再纠结 总之一句话 他就是我们说的 能画到这些类别里去的负债 你就往里画 画不进去的 你就把它作为 贪于成本激烂的金融负债 这不就表明 它是个兜底类吗 其实啊 在我们筑块考试中 最常见的也就是 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贪于成本激烂的金融负债 两种情形比较常见 所以说后面我们也会学到 继续涉入负债 虽然我们也会讲到 财务担保合同和贷款承诺的 减值问题 但是毕竟这些情况不多见 了解如果初步认知即可 好 我们继续看 企业可以行使公允价值选择权 一经指定不得撤销 也就是说企业对于一些金融负债 比如说贪于成本激烂金融负债 你也可以行使供应家的选择权 就是直接指定成 以供应家这张企业变动器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当然你这一经指定 你就不能再撤销了 这是金融负债的分类 当然金融负债的分类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 看似枯燥 晦涩难懂 其实比较简单 并且重分类更简单 为什么呀 因为企业对所有的金融负债 只要一分类 均不得进行重分类 说的狠死 就是分类了 就不能重分类 这说的是负债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道多选题 下列 关于金融工具重分类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有 A选项 企业对所有金融负债 均不得进行重分类 正确 不选 金融资产之间进行重分类的 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 进行会计处理 正确 不选 以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起 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是一变二 应将原账面价值 与供应价值的差额 记录 应该是其他综合收益 他写当机损益 错的 递选项 以供应价计量起 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就是第二类 重分类为 以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时 就是二变一 二变一的时候 之前进入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 利得损失 是需要冲掉的 我们是一冲一转 是需要冲掉的 所谓转出 也就是冲掉了 因为你原来是第二类 现在变成第一类 第一类是没有供应价值计量的 而第二类那个 其他综合收益呢 咱冲回去 就当原来是按贪欲成本计量就成了 你都往回一冲 所以是需要转出的 你说你不需要转出 错了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C和D 两个选项